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博士周一表示 现在认定奥密克戎将终结新冠疫情还为时过早 周一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会议小组讨论期间 福奇博士被问及 新冠疫情是否会在2022年转变为地方性疾病 以及奥密克戎变种是否会加速这一过程 福奇回答道 奥密克戎是否会成为所有人都希望的天然疫苗 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因为不断出现的新变种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补充道 我希望如此 但这种情况的前提是不会再出现 另外一种能够逃逸先前免疫反应的变种 福奇还表示 地方性疾病阶段意味着病毒仍将继续传播 但处于更低更可预测的水平上 不会扰乱社会 从去年12月开始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开始席卷全球 美国一些州的病例仍在增加 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美国各地的社区传播率仍然很高 在过去的两周内 美国新冠住院率攀升了54% 其中重症监护室的住院率上升了34% 医疗机构正在努力应对住院患者激增的情况